大家好,這段影片打的是 無女 大空無女有沒有記錯? 激狗極,極難打這關 我打了三次才過一次 我現在就打第四次去拍片 極難打,簡單來說就 更難比中 因為中你始終是屈蟲 這關就屈蟲也未必容易打 陷阱有所謂壁 那些木技有反擊模式的小怪 黃也會有 反擊模式有各自的效果 一些有所記 一些有放重力 一些有放白包 一些有放所有情 超麻煩 嗯,就是這樣 所以對於你的清場能力 廟王能力都一定要求 對了,不過黃的CD是偏長的 而且打人不會說非常痛 所以就 其實最惡是小怪 打這關 對了,就是這樣 OK,對了 那麼這裡 小怪的反擊模式就是這樣 那就是 為了帶鬥鬥會幫你 其他的反擊模式 基本上就是 為了弄到你難打的存在 那就是 這些鬥鬥是解異常狀態的爆炸 跟這個 水鬥神一樣 另外帶水貓這個角色 小心聚能 因為極痛 不適合俗性的角色 所以 那就是 就是這樣 愛麗絲 叫做幫壓手 解異常狀態 但我發現 用兩隻的效果未必好好的 對了 因為自己本身暗屬 其實飛彈未必 可以去到很大力 而且如果愛麗絲 自己本身被人所忌 就慘了 那所以就 未必說 帶太多異常狀態回過是好事 著重隊伍的輸出清場能力就可以了 我覺得就 而愛麗絲就 未必是最好的選擇 對 對 小介與小介之眼距離比較近 所以可能有時候 反射的卡 都 OK的 就是這樣 我想漂亮位 水天 那我倉管已久 水天終於有機會出場了 對 因為你會發現水天 這幾個版本的更新都 甚至有機會出場 不止以前都是關一關都 沒什麼問題 因為重越來越厲害 超厲害 一下卡死了 那王死了這些小怪 就不會進入反擊模式 那就 就是這樣 要是快殺王 要是清小怪再打王 通常這關的打法都是這樣 但是我比較建議後者的打法 就是清怪先 對 因為清怪 就 確保他不會對你有任何威脅 加上那隻王 那隻王 那隻王自己本身的反擊模式都是抗爭壁 而且他的攻勢又不是很猛烈 對 就是這樣 那王關 王關 王關其實就是 那個打法就是清小怪 其中以鎖技小怪最優先要清 反而那些中間放重力的小怪 那些就未必很急需處理 對 真的 相對的 相對的 這隻 這樣的 鎖技能 絕對是要先殺 對 就是這樣 好 就 看一條尿 始終 不是 潘朵拉 就差這樣一點 因為如果計算一條素 潘朵拉 這樣的尿 的攻勢 是 更厲害 我們水貓打黑素 所以就很想言之 他搶了水貓幾個地位 全板都是重力的 怎麼打 但是呢 將那些極度麻煩的敵人已經清理了 那其實未會有很大危險的 只要你在 富王開大技前 KO 就OK了 即是又開 反擊模式 好 繼續 今天兩回合大技 看來 還有重力 看來 看來 這大技是甚麼 我們見識一下 嘩 那並非即死 我們測試了 所以你真的剩下黃龍 真的不完全威脅 對了 你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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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把 朱碑丁 接近滿血的血量去頂他的 大技就OK了 那所以 真的最麻煩小怪 打這關 對了 那你怕覺得危險 那就開 甚麼 開這個 欸 欸 欸 沒法國反擊模式 當時 將水貓的有情人鎖了 我有情人都是發動的 哼 OK 呃 這裡就沒有 雷射盾 那我決定開 個 絕招先 雷弱小白開 哼 那這裡就看能不能碰到 這 鎖技小怪 那 OK 那又是打回小小怪 就很安全了 對了 那這個是我打 就是死亡 經過這麼多死亡 就是覺得是最 適合 攻略的方法 就是 盡可能就是 小怪先 小怪優先 但是 空巫女是不害怕的 對了 未說去到最大威脅的 那 但是 你到尾 那些 都丟掉下去 那就 嗯 就整個問題了 但是 最大問題是 那隻小怪有重力 那 不急了 我們 看看可以 OK 水貓 水貓我照開 這裡 幫個回血 回血 回血出來 慘了 水天 好痛啊 水天一下 有心 我們照 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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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瞬間回滿血 嗚嗚嗚嗚! 一開了SS 沒有啊 唯有開 你不是用來煲草嗎 放進去吧 差一點超速 但是其實看到 經常攻略很穩定 是差一點速度 所以如果你還沒血 把人設定在畫面的下方 可以加快攻略速度 就是這樣 這隻是建議的 是因為太厲害了 進化那邊 CD8 無視所有陷阱的SS 如果你用過殺蛋就知道什麼事 被動方面只有蘇雷 但是他無視所有陷阱 下機也是只有蘇雷 他拉著一支炮 已經可以很厲害了 所以這隻無女 是很值得一疊的 但是極難 極難疊 剛剛那個陣 是一隻逆棍的 已經難打到這樣 我雖然知道這隻很難疊 他是唯一一隻無課金 派給你 是貫通蘇雷 打到 Memento Mori的一隻角色 因為他是貫通 每百回合無視次重力 蘇雷是M 他是第一隻派給你 打到 Memento Mori的角色 但是遲些有該隱 這隻角色就 打Memento Mori來說 就沒有了他唯一的地位 OK就是這樣 呃... 有能力碟碟碟 那就... 就是這樣 沒有能力的話 也要練一兩隻 給沒有菠蘿的玩家 打到Memento Mori 就是這樣 神化後面就 反傷回復 S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很可愛 就是這樣 順便講講 就是Sunset Sunset就抽硬了 對啦 那就... 明天的下午開 有沒有記錯 你看到鳳萊 已經在一個... 呃... 圖鑑出現了 所以就... 抽硬硬 這隻 牠排行度還高過... 雷錘 對啦 但是牠... 牠沒有透Block 所以如果你初次攻略 你拿著牠的話 你輸出很夠的 但是 如果你對於Block很不熟的話 那就... 有點難度啦 對啦 但是雷錘已經過了 沒得抽啦 那... 基本上你... 唯有抽這隻 因為牠... 之後派給你的重... 好像只有一隻是... 比較好打的 對啦 鳳萊的話 沒有記錯牠... 比你抽的重只有... 這隻啦 雷錘 還有... 有一隻好像土撥鼠一樣的角色 那... 那隻就... 應該不夠這兩隻好打啦 雷錘和... 這隻的... 龐國屋 那另一邊就是奧茲 奧茲就... 多麼厲害 大家都知道啦 神殺手EL 那牠... 基本上是獨靈阿... 阿俠迪阿... 主場... 中的主場啦 對啦 但是牠只有透Block 其實就... 泛勇性不高啦 但是牠針對地... 對應爆絕 對應超絕 那麼... 甚至乎... 你... 只要拿著牠的神殺手EL 你可以打... 南美阿... 這些舊關都不成問題的 那麼... SX就12關亂打啦 厲害... 對牠的弱點一開就對了 那... 有情記就輔助 加速S啦 輸出的話呢 你對神軸的話 這些這些擴散彈呢 這些擴散彈呢 近身一放呢 那... 好痛的 那... 盡快有利用價值的 反傷的... 神殺手 那麼... 弄彈呢 那... 弄彈呢是炮機型的 可以有玩的 但是一定是神法強一點的啦 OK... 那... 大空無女啦 也看到了啦 好... 那... 也看到那個圖鑑裡邊 Dinar也出啦 那... 這個啦 那... 期待一下啦